哈囉 大家好 我是Robin 歡迎回到我們的租客小教室 這一集呢 我們想要跟大家討論 如何透過網路上照片和資訊 直接判斷說這個房子 值不值得你花你的時間去現場看 因為從網路上無法真正了解租屋處附近的機能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實際去看房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 照片 雖然屋主都很聰明 他們都會拍照 甚至擺一些東西 拍一個小角落 看起來這個地方美美 這個照片其實沒有辦法跟你說 這個房子真實的資訊 你可能看不到對外窗 你看不到冷氣 但如果你有信 看到他給你一個很完整 各個角度的照片 這個房子是蠻值得信任的 在我們自己平台上面 我們的照片全部都塞為60度了 所以這個方面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呢 是內文敘述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挑這個出來呢 因為在五九以上 如果你經常在找房子 你其實會發現 尤其是仲介 他們寫的東西都千篇一律 每個都是 格局大方正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他寫的內容 都沒有什麼靈魂 就是你很難直接 透過這個資訊去判斷 他到底好不好 有時候 激運一下 遇到一些房東 他其實是很用心的 照顧他的房子的人 他其實會寫很多字 他會寫說 這個房子怎麼樣 他什麼時候經過整修 我希望房客是怎麼樣人 其實他寫越想清 你就越能感到說 這個房東是不是有認真 用心在照顧他的房客 那甚至有時候 你在FBI 或是一些租屋社團裡面 你會看到說有人在專門找室友 或找房客的時候 他會打很長 然後甚至會帶一些生活化的幽默進去 那這種時候 其實都可以代表說 這個房東 或是這個人 他其實是很認真在重視這件事情 像這種房子就很值得去看 那第三種呢 其實就是生活環境和交通資訊 那這個跟我們的上一個內容敘述 有一點點關聯性 因為如果是用心的屋族 他們其實是會在他們的敘述裡面 把這些事情囊括在裡面 但有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顧及到那麼多 或是你沒有辦法判斷 就是他內容甚至什麼都沒有 狀況下你要怎麼判斷 其實你最好是先要個地址 或是假設你是在591上的話 他可能會有個google map的欄位 你就可以直接去搜尋 那附近有什麼東西 那邊的交通狀況怎麼樣 在你去之前 你先判斷這些生活資訊 和交通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你再去UAS看訪 會是比較符合時間效益的一個選擇 那第四個呢 就是要來帶你看訪這個人的身份 總共大概就是三種 屋主、房仲和代理 帶人有可能是屋主的親戚 或是屋主的朋友之類的 協助他看訪 所以如果是帶人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問清楚 他實際上到時候 簽約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那如果是仲介代看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產生 第一來說 如果他是仲介的話 他會收你仲介費 通常是半個月 這個相當合理 當房子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們事後也會比較願意 幫你去跟屋主溝通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省這個仲介費 有些人特別會說 希望是有屋主自租 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大家想要省掉那個仲介費吧 但是就是如果是屋主自租的話 常常會遇到狀況是說 你沒有辦法把握 屋主他的實際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喊個結論的話 其實帶看房的這個人 是誰不一定有絕對的好或壞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那你在網路上看房的時候 很大一個重點要注意 就是租金 那因為大家首要看房的話 第一眼看到的就會是租金嘛 租金有沒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有沒有在自己的預算內 但是如果你看看到特別便宜的房子 看照片好像也不錯的時候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首先 他有可能是哪裡有問題 屋主沒有把它派出來 可能他沒有 不給冷氣 他不給什麼東西 或是設備其實很舊 但照片你看不出來等等 實際上去看房的時候 可能租金要先有個底 然後再次說 他有可能是 因為其實 之前也常出現就是說 房東人在國外啊 他可能是 利用很便宜的住金要詐騙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他用一個很便宜很美的房子 把那邊後 吸引你去看跟他約時間看房 直到現場結果 他跟你說已經被租掉了 他帶你去看另外一間 那其實就是有點廣告不實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遇到 不符合市場原則的資訊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網上看房呢 只是你租的第一步 你還是得實際去看房 來做最明確的判斷 下一集 我們會教你 現場看房 要注意哪些東西 那請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就好 等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